今天我們先來關心到一個話題 就是台北市涉事百年的活動 在當時有很多歷屆的台北市長 通通齊居一堂 而這個畫面 其實也讓大家覺得是非常難得 不過當中 其實有不少敏感的話題 像是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是同框了 但是對比兩人過去跟現在的態度 似乎會讓人覺得差得非常多 因為過去柯文哲是好幾次都匹馬 甚至還說出了 不喜歡跟他往來的字眼 不過這一次兩人破冰 柯文哲也證實說 就在9月初的時候 他曾密會拜訪馬前總統 還過去改變他的態度 是大讚了馬英九 也被解讀說 難道是為了要促成藍綠和解的形象 也就是他的2024起手勢嗎 當然我有去拜訪馬總統 邀請他來參加 這時北市設施百年活動 9月8號曾經親自密會馬前總統 柯文哲一改過去態度 對馬英九讚不絕口 趁機暗酸蔡政府聽得出將近一個小時的馬科密會有多融洽 甚至傳出柯文哲直言馬英九比蔡政府善良多了 他總統算是很 他算是很客氣的人 他蔡政府 很久沒有見到蔡總統了 不是不到一周前才見到總統嗎 這一比較顯然情書有差 不過過去柯文哲對馬英九批評 可是毫不留情 甚至2015年活動上 時任總統的馬英九 良度主動想要握手 柯文哲也不領情 如今這大大改觀 被解讀是為了形塑 自己是朝野和解推手形象 更是2024的棋手勢 這也想太多了 不過就這樣 這個還是 我也覺得台灣內部要能夠 能夠有效的團結 但畢竟放眼2024 確實對柯文哲來說 多一個朋友總比第一人好 TVB的新聞張志軍 你組合台北報導 更多的資產市分析 這個整點我們邀請到了 資深記者戴婉玲 志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婉玲剛剛從這個新聞 看到大家發現說 柯文哲的態度 好像似乎又不太一樣 之前把馬前總統罵成這樣 但是現在其實又有一個新的態度 就似乎想要跟他破冰大和解 而且也被解讀說 是他的2024的參選期首飾了 不過過去 到底他講了哪些金句 而且我們現在就要帶來比較一下 其實主要是為了 之前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台北市的 設施百年紀念活動 所以說在當天有非常多的人 像前市長馬英九 陳水扁也通通同台 而且事後也披露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9月底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見過了馬英九 而且兩人到底談了什麼 結果讓大家看起來是態度大轉變 麻吉巴吉 不過在過去 兩人似乎是形同水火 對 馬扁密會到底談什麼了 其實今天柯文哲也特別透露了 他其實親自邀請馬英九出席這個 那麼過去馬克之間的情節 到底是要從何說起呢 我們就從馬前總統 當時是把前總統陳水扁 給關進了監獄 因為貪污治罪條例的關係 結果當時 柯文哲還是台大醫師 就炮轟馬英九說 你是污辱台灣人 結果等到柯文哲 當選台北市長之後 大家就問他說 內湖交通怎麼這麼亂 結果柯文哲就說 內湖是都市計畫問題 而且把都市計畫搞成今天這樣亂七八糟的 就是馬英九他本人了 所以幾乎每一次所有的市政 其實我們都會聽到柯文哲 都不停的拉馬英九下去當墊背 就說如果台北市政哪些做得不夠好 包括要打的五大弊案 他都認為說是馬前總統 當台北市長任內的時候所造成的 所以他幾乎都是拿馬英九當墊背 然後這樣子不停的往上攀升 但沒料到2016年的時候 還說什麼呢 因為很多候選人領 很多馬英九當時有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去找馬英九來幫忙那個站台 結果就柯文哲就說 這些找馬英九站台的人都領先很多 所以不怕 如果只領先5%的話 大概就沒有人來趕招馬英九了 這意思就是暗奉馬英九 其實人氣已經沒有大不如從前 是很低的 如果馬英九來的話票數就會大減 到2019年之後馬英九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評估 他說柯文哲沒有政黨奧援 不是永久的現象 所以柯文哲的現象 能不能到2020都保持了懷疑的態度 結果柯文哲還反酸馬英九什麼 說馬英九 你什麼時候開始變名嘴了 你現在也缺這個錢嗎 在賺這個錢嗎 對 而且就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兩個人似乎也都有交鋒 像是柯文哲就說了 就是特別是有4千 4萬5千間的旅館房間 在馬英九時代開放大陸旅遊 來台的時候短短幾年又再增加了 這個1萬間 但是蓋好之後 陸客竟然都不來了 但是現在這個態度 現在被問到真的是完全大轉變 而且完全的不一樣 像是馬總統 他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 雙方當然是講了很多 甚至其實柯文哲也向馬英九來表示說 你還是比較客氣 還會說每豬每牛拿出來討論 但現在的政府 直接就給他嚇下去的 Bypass這個民意的監督 等於說是完全忽略了民意的監督 從一開始逢馬必返到現在 態度完全180度 大轉彎 大家就在揣廁說 可能是這個柯文哲 想要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的敵人 也是他2024的起手勢 不過到底為什麼馬英九 馬前總統要買他的帳 我們一定要說 其實柯市長 他應該很清楚知道一點 在政壇上多一個朋友 總比多一個敵人好 所以說現在他知道自己 已經很多敵人了 因為民進黨的大綠小綠 通通都在攻擊他 他這時候非得找一個援軍 所以他就先去跟馬前總統 來去做一個和解的動作 並且是以放地姿態說 我希望跟他請益 請益什麼 請益美豬的相關議題 再來他還說自己 跟馬前總統溝通完之後 有交流有接觸 才有更多的善意 而且認為馬前總統 是很健談的人 而且很善良的人 那相較之下 大家就問說 那你多久 你怎麼看蔡英文了 結果柯文哲也很妙的回答 他說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蔡主席了 所以表示說 其實蔡英文跟馬英九 跟柯文哲 這個人三角席題關係 很顯然的 柯文哲已經要斬斷 跟蔡英文的一些 藕斷絲連的情感 或許要慢慢的創 國民黨這邊慢慢的靠攏 並且能夠吸納更多的中間選民 或是淺藍的選票 能夠企圖來營造自己 2022的最高聲勢 對 會不會這其實也是 所謂的另類的藍白合作 尤其在之前 我相信柯文哲柯市長 應該知道說 他在綠軍這邊的票件上 是拿不到了 所以乾脆往中間選民 甚至往藍軍來靠攏 或許他的機會 在2024還稍微大一點點 甚至其實雙方都有一些 算是互相的稱讚的一個樣的言語 所以說在現在 大家才會覺得說 柯文哲這個態度轉變 是會太大了 很有可能就是有關於選舉的考量 再我們來關心到 剛剛有說 兩人其實有談到了 美豬美牛的議題 甚至柯文哲還直接的說 其實現在的政府 都完全跳過了所謂民意監督 但是現在美豬美牛的進口 是不是對台灣 甚至對我們中華民國 基本上都會有影響 而且大家很好奇說 其實這個像是農務會 還有衛福部 通通跟大家說 這個美豬美牛 如果你吃太多 基本上只要在安全許可下 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說在之前 大家印象還非常深刻 是有科學人 當時就幫農務會 來做這個廣邊的宣傳 結果現在被提報 這筆錢到底是哪裡來的 竟然是從農損的預算裡頭來的 國民黨的立委吳怡丁就說了 民進黨政府宣布進口 還有萊克多班的美國豬肉之後 有好多家的網路媒體 通通刊登了 有這個受益金的廣編稿 當中引發陣營的科學人 這個預算的科目 竟然是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的救助金 所以從這個明目來看的話 是不是就是變相承認 只要你進口美豬 基本上對台灣的畜牧業 這個養豬業 都一定會有影響 我們看到說從這個預算書裡面 就可以看到出來 農委會在自打嘴巴 怎麼自打嘴巴 第一點他就說 當時說美豬進口來 到時候市場上 大家會選擇說要吃台灣豬 還是吃美國豬 所以美國豬進口到台灣 並不會影響到 本土豬農的一個生計 但是很明顯看到說 這是動用的所謂的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的救助金 那什麼是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的救助金 我們這邊看到是說 它是依照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的補助辦法規定 該救助金是政府跟外國 或外國際組織協議 降低關稅稅力 或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 而有損害之處 才可以去實施的 所以表示說 其實農委會這邊 是不是也評估說 其實有可能會對於本土豬價 造成波動跟影響 所以說臨時先啟用 這個所謂的災害救助金 那這個災害救助金 為什麼沒有用在一個刀口上 因為很多豬農都說 到時候這個救助金 發下來之後 他們實際拿到的錢 可能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多 因為那些錢都拿去做 政府的預算文宣了 對 這似乎是我會一向的說法 因為只要是整個農產品 價格有波動 甚至未來可能美豬進口之後 對台灣的養豬的價格 也有可能出現波動的狀況 所以他們的最習慣的招式 完全就是先沒關係 我們把這個錢先丟出去 而且來做一些價格上的控制 似乎這個狀況 其實沿用到台灣的養豬農業上了 而其實我們要來看了 現在要開放美豬進口 已經是基本上 大體上完全確定 所以說農委會現在能做什麼 能做就是洗腦大家 這個美豬都是安全的 而且透過這個預算方面 你發現說其實像是在很多的 標案當中 包括農業管理 還有其實一開始 進口損害救助的基金 還有廣編的宣傳稿 像是三例其實就得標了非常多次 而且像是這個我們剛剛說的 農損的整合行作合作方案 其實它的決標金額 也都來到了1000多萬 這樣加加減減 光是投在這個宣傳費用 告訴大家美豬是安全的 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花了非常多錢 其實如果說你要讓一般民眾 或是一些豬農能夠放心的話 你要做一些政府的內宣文宣的話 你應該動用的是另外一筆錢 因為我相信農委會一定有一些 很多的廣告預算跟文宣預算 你可以動用那些錢 而不是動用這些 原本要農產品受進口損害的救助金 這些救助金其實是未來 要補助給豬農 如果豬真的受損的話 關稅一棍 因為美豬一進口之後 所以導致說豬價受到波動了 波動之後可能需要農委 要一些救濟情形 救濟情形的時候 就必須要動用這筆錢 但是如果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內宣文宣的廣告 全部都把這筆錢用掉了 用掉之後 到時候真的是需要救濟的時候 那這筆錢又該怎麼去出 對 所以說這錢 不只要用在刀口上 也要用對地方 像是國民黨立委無一定就說了 他們去調資料發現說 按照受肉金政策的行銷標案 其實有兩個 分別是109的整體農業政策行銷案 還有109年度的房檢政策整合行銷案 當中其實109年度的整體農業政策行銷案 又分成A B案 然後A案的決標是由民視電視得標 還有這個B案是三例得標 而且已經在部分的網門 完成了部分執行 不過刊登在網路媒體的網編稿 大多都是在講政府做得有多好 政府的攻擊 但是要看到最後 你才發現倒是廣編稿 所以說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其實已經微損到了預算法 因為你原本訂出來的明目 甚至你用在實際的用途上 完全不一樣 對 其實完全 你原本是 我們知道預算法規定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明目跟章節 是要用什麼樣的作為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實際的作用 而不是說把它挪織 挪編 挪編這樣子的 我可以知道說 其實包括之前前瞻預算也是一樣 它本來前瞻預算是要做軌道建設 結果後來很多地方政府去爭取之後 拿到那筆錢 拿到那筆錢之後就幹嘛 去幫忙去比如說發尿布 奶粉 這些東西都是有的 所以說這個錢要花在刀口上的時候 其實你的預算便利 也更是要小心一點點 但是因為針對說 已經被立委發現說 你明明就是用這個救助金 去做大內宣 結果農委會居然還有不同的解釋 農委會主委 農委會的主秘范美玲就說 當時有很多國內 將開放萊劑的消息流傳 所以當下必須第一時間澄清 才會想說要透過媒體宣傳 那該救助金並沒有明定 該用什麼樣的用途 但因應萊克多巴胺 美豬明年即將來到台灣 可能對台灣豬價造成波動 才動用這筆救助金 來對不實的消息澄清 所以他是解釋說 他們動用這筆錢 就是因為美豬有很多不實的消息 所以導致豬價的波動 所以他才必須要動用這筆基金 動用這筆基金之後 才去刊登所謂的文宣廣告 對 所以等於說 其實他這也是另外一種 來解釋的方式 但是現在還被質疑說 為什麼得標的就是那幾家 這個同樣也是主秘也說了 上述的媒體宣傳標案 是用政府的採購法當中的一個辦法 來做辦理招標作業 而且是按照規定才限制性招標 公開客觀的程序 評選出優良的搶生來進行議價 還有來執行辦理 但是你身為一個廣編稿 通常我們看到這個翻報紙 或者是任何的媒體上 只要是廣告 通常都會標示說 這個是廣告 而且這是廣編稿 但是在這一次的狀況 怎麼沒有明確標示 主媒有回答說了 報導所提到的 立委及萊豬的宣導事宜 是那種會最近分別在 封傳媒 淨傳媒 放言 還有科學人 媒體相關的政策的內容 均在文章的最後一段 是有相關的機關名稱 還有廣告的標示 是完全符合相關的辦理 不過就算真的有符合相關的辦理 這個錢用在不對的地方 還是讓人覺得好像不灑灑的